明星百姓都用大块银钉购物吗?碎银子有何用? 金平梅第二十回有一句话,四个唱的,李平儿每人都是一方销金汉金儿,五钱银子,欢喜回家,李平儿赏了四个艺人每人一方汉金,五钱银子。 古代的银子我们都见过,哪怕是在影视剧里所呈现的,跟食物也比较接近,即元宝形状的银顶,银子都是以两位单位的,这五钱怎么理解,难道官府专门铸造了这么重的银子? 事实上,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古装影视剧中,也常常听到的一个词,碎银子,或散碎银两,碎银子实物。 不过,在此先澄清一下,金平梅的故事,发生在北宋镇和年间,那时候的人们不可能用银子买卖商品,财主也不可能拿银子奖励下人。 明清时期,银子才成为市场上的流通货币,为百姓普遍接受。 银顶由官方铸造,形状,重量统一,我们在博物馆通常可以见到明朝和清朝的银顶,其重量一般有五两,十两,二十两,五十两等。 对普通百姓而言,银领显然太大,上街买几斤肉,买一身衣服,买一十大米,根本用不了那么多,于是,就出现了碎银子。 碎银子是官方特意铸造的吗?并不是,碎银子,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一回有一段。 摄月便拿了一块银子,提起等子来问宝玉,那是一两的银,宝玉道,捡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,又不做买卖,算这些做什么? 摄月听了,便放下等子,捡了一块颠了一颠,笑道,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,那婆子站在外头抬击上,笑道,那是五两的钉子加了半边,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? 这会子又没加减,姑娘收了这块,再减一块小些的吧。 明朝二十两银钉,这一段内容包含详细的有关碎银子的历史信息。 首先,碎银子是由整块的银钉切割而成的,银子作为金属,质地比较柔软,比较易于切割,切割需用专门工具加减。 其次,一般人都可以将银钉切成碎银子,无需经官府同意,不像铸造铜钱那般严厉。 第三,拿碎银子买东西,都需要现场称重,称重的工具是等子,等子的精确度很高,可以称出一块银子几两几钱几分几厘。 假如一个老汉买了一石小麦,花了六千银子,他给了一两,商家还要切下来四千还给他。 清朝五十两银钉,第四,碎银子根据实际需要切割,形状不一,大小不一。 明清时期,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,大多是碎银子和铜钱,那种一坨一坨的大块银钉,只有像买大宅子这种较大支出时才用得着。 参考资料,马良明清时期白银货币泛化研究,十六到十九世纪中叶,彭信为中国货币史。